刚才那个走下回头 我看到一个胖宫 中国的胖宫在这个钻头 戴着个安全帽 你说这个安全帽安全不安全呢 可以说百分之一的安全 为什么百分之一的安全呢 小派的那些客家砸下来了 砸在帽子上挡一挡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整个一个人都处在危险当中 整个都处在危险当中 因为那个矿 那个矿如果塌下来的话 一塌的话也就彻底板了 这个他们看不到 塌矿在他们脑海当中 好像比较遥远 但是小派掉下来 感觉在他们脑海里 这个他们看得见 看得见 所以他们带着安全帽 在这里 在转了 在里面 在转了 在转了 通常是挖矿的 中国是就换挖 所以它矿的概率很高 很多块钱挖了以后 就把地面顶起来 地面顶起来 要加固 要加固 慢前推进就得 你挖掉了 你得把顶高起来 中国只管 往前挖的话 那么它矿的话就是 制造的事 它矿的时间是制造的事 它矿的时间是制造的事 做个韭菜 不剥种不适配 那个韭菜最后一定会枯竭 一定会枯竭 韭菜一定会枯竭 然后呢 挖矿 不把它顶起来的话 迟早会夸交 迟早会夸交 人家国家著作的 要想着 怎么把它长远发展 所以为了长远发展 才有个社会福利 才有个社会福利平衡好 正常劳动和福利平衡好 现在我看到拜登了 拜登了 他就意味地 在生卖人心 受个选择 不种是不干的 是非是不干的 就纯粹的 纯粹的 随心所谓的 随心所谓的 想受个人家 拜登啊 随心所谓的想受个人家 这个 把一个好好的 原来走哪里都会把顶起来的 也知道是非的 哎呦 国家慢慢慢慢 也走下那个 走那个下铺路了 也走下铺路了 也走下铺路了 发了胖以后 也不顶了 成绩的 成绩的 受个 成绩的 这个 当人民 决心一个 决心一个 啊 勤起了 勇者啊 勤起了 勇者啊 然后就把它 打下台 啊 打下台 快了啊 熬不到 熬不到 它一定 熬不到它 一定 下台的日子 啊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